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影片里面呢 垂涎欲滴 香气逼人的传统小吃 都可以在我的新书逛市场假小吃里面找到哦 另外呢 我书里面有14座台北传统市场最有温度的故事 那基本上是一个城市历史文化的缩影 你可以把我的书呢 当成是工具书 按图所记呢 安排一个周末早上来一趟美好的传统市场之旅 那吃吃小吃呢 体验一下传统市场最有活力最有热情的文化脉动 或者呢 你可以把我的书当成是个台北人对台北的记录 那透过呢 书里面讲的小故事跟历史典故呢 大家来体验一下这100年来台北到底有什么不一样 这本书呢 我花了8个月的时间呢 才完成它 内容非常的精彩 大家一定要买来看看哦